我们知道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讲什么呢 讲到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渊炼黑暗 但是由于上帝灵运行在水面上 基督又作为工程师 由于上帝创造的工作 一个活生生的世界 充满了美丽生机和繁荣的世界就出现了 只可惜 由于人的犯罪 在创世纪结束的时候 又回到了我们刚才所读的 凄凉悲哀的景象 棺材停在埃及 人死在罪中 人被拘禁在罪恶的世界里面 但感谢主 这不是上帝原先的旨意 所以 为了实行上帝的救赎计划 他已经早有安排 我们看到上帝呼召亚伯兰 处理他拜偶像的加勒比的乌尔 以后呢 他去到哈兰 后来又来到了迦南 也就是上帝所应许之地 虽然他最后也是死在迦南 但是上帝的救赎计划呢 正是要接着亚伯拉罕呢 而实现出来 接着他赶生了一个家庭 一个民主 后来呢 成为一个国家 来影响这个世界 一方面呢 要保存认识真神上帝的知识 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告诉世界的烈果 应当离弃偶像 敬拜真神 上帝的旨意和计划呢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展开 我们说 虽然 从撒旦 从地狱兴起的势力呢 也是一次一次的要阻挡 要破坏上帝计划的成全 就在所有的先祖 以及这个家属 甚至于以后的以色列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当中 充分的看到了一个善恶的斗争 因为这里面允育着一个伟大的计划 和撒旦阴谋的抵挡 不过 救世主上帝 在伊甸园所应许亚当下巴的 这个女人的后裔 就是基督呢 终于要从以色列这片土地 要从以色列民族当中 诞生 要兴起 要成全上帝 救赎人类的计划 谢谢上帝 创世纪呢 结束了 尽管是结束在 棺材亭的埃及 象征着 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但是紧接着呢 就来到了圣经的第二卷 也就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 出埃及地 正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他们多么盼望 他们所生的孩子 就是要来的救主那样 雅各的子孙呢 听见他们的先祖 包括余瑟 在这个 他的信心的展望里面 他知道 他们有一天 终于要出埃及 要回到上帝 所应许赐给他们的迦南地 也就是今天的 巴勒斯坦 你手边有圣经 请你打开圣经的第二卷 创世纪以后的出埃及记 我们虽然说 研究考古学 但是我们主要是要配合着圣经 而且要了解一下 古代的有关的历史 这样我们学习考古学呢 就不至于迷失方向 而且呢 又能得到一些具体的帮助 《传奇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七节 是这样讲的 以色列的宗旨 各代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 他们的名字记得下面 有流遍西面立为犹大 以色加西部人变亚名 但 那是他里加的亚瑟 但从雅各生年 共有七十人 约瑟已经在埃及 约瑟和他的弟兄 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 并且陌生 极其强盛 满了那地 我们先来讲一讲 当雅各和他的儿子来到埃及以后 于是想到为了避免他们受到埃及的不良的影响 所以呢 就故意的把他们安排在另外一个地方 其实呢 这是埃及最好的地方 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戈山 创世纪第四十七章 于是就对法老讲 我们和我们的祖宗呢 都是牧羊的 第四节就说 他们又对法老说 加南地的饥荒盛大 仆人的羊群又炒吃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寄居 现在求你荣仆人住在戈山地 法老的耶稣说 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 埃及地都在你面前 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们住在国中最好的地方 他们可以住在戈山地 所以在上帝恩典的带领下 非但呢 他们避免了在这个加南地受到饥荒的威胁 而且来到了当时最肥美的戈山地 大家手中如果有圣经 而有的圣经后面呢 有圣经地图的话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是讲到出埃及的地图 你就会看到戈山这个地方是在哪里 它的北面呢是地中海 它的东南面呢就是红海 正因为这个地是这么的好 所以以色列人呢在那里生养众多 而且是繁盛 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戈山地既然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东面部分 可以说是埃及地最附属的一个地方 第一位巴勒斯坦的考古学家 叫做罗宾森 他早在1839年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报道 他说戈山地呢 比起埃及任何其他的省份收入更多 而且那里的牛羊呢 也要比其他的地区更多 有趣的呢 是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 沿着地东台一带的这个城市呢 也就是在戈山景域的城市 而这城市呢 就像圣经所说的苏格利多 这两个城市 这城市和戈山的很相像 这些原来都是说希伯来话 说明这些以色列人 一度曾经是居住在那儿 我们来看看第八节说 楚埃及第一章第八节 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 起来治理埃及 哎麻烦就来了 大家读下去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呢 就是讲 不认识约瑟的新王 起来 以及在这之前 又有些什么王呢 考古学家表明 约瑟和他的家属呢 来到埃及的时候 大约是在公元前十七世纪 就是在公元前一千七百年左右 当时正好有个叫做 Hixos的民族 他们也是亚西亚的一个民族 他们进犯埃及 大概是在1730年 他们就控制了整个的 尼罗河的地区 结果呢 就形成了 这个两个Hixos的王朝 他们一直统治了 有150年的左右 一直到1570年 公元前1570年 埃及人当然是既痛恨 但是呢 又畏惧这些外来的强大的侵略者 甚至是统治者 在他们的国土上 建立了一个大的帝国 但因为西伯来人和这个Hixos人呢 都是属于散族 而且呢 都是从迦南那儿来的 所以在Hixos王朝的统治时期呢 越适合他的家属 就得了一些优待了 我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是同一个种族 又从同一个地方来 考古学家 这个Burroughs 他讲 现在的历史学家都同意 总的说来呢 Hixos王朝的时期的情况呢 已经为越色的兴起 以至于掌权 以及他的家属能够在埃及流居 和发展呢 提供了条件 而且考古学的证明呢 进一步的提供了这样的情况 这个Hixos族的人呢 经常用这个西伯来的名字 比如说说 沪尔呢 雅各沪尔呢 正因为 有这些民族的文化 和地理上的联系 所以使得越色和他的家属 在那个时期呢 有一段时间 很得到优待 不过 好景不长 这个外来的强大的民族呢 在150年的统治以后 突然呢 就消失了 当然 现在已经开发出来 这是在埃及 靠近地中海的南岸 有个叫 阿里瑞斯地方 就是 Hixos王朝的首都 它是地处 尼罗河的三角洲 而且现在的考古学发现呢 他们 建造了许多 惊人的堡垒 以及坚固的城际 现在 一个一个 都被 发掘了出来 证明他们当时 在埃及 是非常的强大 不过到了公元1580年 埃及人就起义了 推翻了这个外来的统治者 而且呢 把Hixos人呢 赶出 回巴勒斯坦去 大家很容易理解 正像以色列人 印度和Hixos人的关系呢 一度 得到优待那样 当今天 这Hixos王朝被推翻 倒霉的时候呢 以色列人 也就 同样受到联络的摘殃 这就是圣经 这里所讲的 有一个新王 起来 不认识 又是 他们为了惧怕 以色列人 也像过去的 Hixos人一样 会霸占他们的土地 甚至于强大 过于他们 甚至于要统治他们 所以一开始呢 他们就采用各种的政策 可以说也是限制 利用改造 不要的时候呢 甚至于 种族灭绝 所以以色列人呢 就受到了很多 不人道的 待遇 首先呢 他们要被迫 这个做苦工 要建造 两座大的窗库 传记集第一章 十一节说 为法老建造 两座接获城 就是 比东和蓝色 非但如此 而且有的时候呢 要他们完成预定的工作 又不提供建筑的材料 这就是圣经所讲的 要他们按照这个定量 完成自砖 烧砖的任务 但是呢 不提供草 很有意思的 就在1905年到1906年 在这个Patrick 局势的领导下呢 已经把这两座城市呢 开发了出来 在这个比东和蓝色的废墟里面 发现了两件有趣的事情 一个呢 就证明 这两座城市呢 确实是作为窗库 作为储存货物所用的 第二呢 发现这个城里面 有些砖 确实是没有草的 净是泥巴 圣经记载的精确 以及和历史的完全的文和 不过还有一点 这里必须要交代的 就说这个Ramses 这是一个埃及法老的帝王的名字 如果我们今天读这个埃及历史 我们就知道 这个时期不是在约瑟的时候 更不在他以前 而是在他以后 这个Ramses在历史上呢 现在有的时候 当作拉姆西斯第二 我们教会并不认为 拉姆西斯这个法老 是在出埃及的时候 做埃及王的那个人 事实上今天发现的 他的木乃伊呢 就是这个 拉姆西斯的第二个木乃伊呢 我们在开朗的博物馆里面 可以看到 我也看过 问题是 他的历史初期 是在出埃及记以后 那么 这个怎么来解释呢 人说 这是 那些文是在抄写圣经的时候 用了他们时代 所熟悉的 这个名称 来称呼那座城市 但圣经本身所记载的史实呢 却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种受奴役 被欺爱的环境当中 他们就呼求他们上帝 耶和华来拯救他们 上帝一直是警醒的 他要纪念他和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以及给他们的应许 所以上帝呢 就兴起了一位民族英雄 姑且 我们这样称呼啊 他就是摩西 要做他们的领袖 带领他们出埃及 事实上 正像 亚伯拉罕离开 带偶像的吴尔那样 埃及地 对于上帝的百姓 也不是一个理想之地 只是他们 暂时作为客履之处 因为这个埃及 也充满了各种的偶像 各种的迷信的封锁 我们知道 埃及是一个多神的国家 我们 就从一件事情想起了 人到死 死的时候怎么样呢 当然 作为埃及的法老皇帝呢 他就大心土木 就建造今天 所谓静人皆知的金字塔 当然 现在最大的 还被保存的金字塔呢 是在基斯塔 但是我们知道 不单单是在基斯塔 在其他的地方也有 而且有的金字塔外面呢 是这个 有这个阶梯上去的 像一个拉链的齿轮那样 而金字塔呢 我们说 建造他是劳民伤财 费尽了多少民工钱财 就是为了要 储存埃及 法老王的尸体 而里面呢 又是充满了各种 迷信的色彩 至于一般的人呢 他们死了以后呢 就在那个时期 他们要雇佣一些妇女 他们是 职业的 这个 妇女 做什么呢 专门为死者来哀哭 不管有没有真的悲哀的感情 钱越多呢 可以请越多的人来哭 哭声越响呢 就越体验 而同时呢 他们相信 就所谓人死了以后呢 他们的灵魂 会离开身体 而独立的存在 这也就是今天所谓 灵魂不死的一个渊源 而 对于尸体 他们怎么处理呢 他们有木乃义 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 而且现在 考古学发现 他们不单的是 要把人 用这个香料熏 比方说 越色拉等等 而且呢 他们有的时候 连一个猫 一个鹰 也就是那些 被帮助打猎的老鹰呢 也加以熏尸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相信 这也是神明 而且他们相信 天空啦 土地啦 都是神 所以 也在这个时候 上帝觉得 这外来的逼迫 要让他的子民 离开那个地方 有的时候太安逸 也并不是理想 结果就会忘本 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和祖国 上帝要接着 外来的苦难和逼迫 引导他们归回故土 刚才我们 讲这新兴的法老 除了奴役他们 就在限制利用改造他们 但是一记不成呢 他们就用了另外一个 种族灭绝的政策 这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 当时吩咐 凡是男兵 生下来都要被处死 至于女孩子呢 可以这个活着 留着 以后做丫头 做婢女 摩西出生了 他的父母 用着信 抗拒王的命令 保存了这个孩子 以后的故事 大家是熟悉的 摩西怎么被迫 和自己的父母分离 被放在尼罗河边 后来又被埃及的 法老王的公主所收养 而且呢 给他取名叫摩西 我们知道摩西的名字呢 不是西伯来文 为什么呢 只是可以想象的 当时虽然埃及法老的女儿 收养了他 怎么能够给他 起一个西伯来的名字呢 因为西伯来民族 在当时是被厌恶的一个民族 至于摩西这个字的意思呢 当作圣经出埃及记 第二章第十节讲呢 就是因为我把它从水里拉上来 这个字可能是从一个埃及的词 引申出来的 但是我们今天呢 会很惊奇的发现 在立位姿派的主谱里面呢 有许许多多的名字 像我们刚刚讲过的 摩西啦 菲尼哈啦 等等 原来都是埃及的名字 这些都在今天的考古学发现里面呢 可以找到相应的这种称呼 附带的讲一讲 收养摩西的这位公主呢 现在一般被认为是 已经被考古学家 和历史学家所认同的 叫 这位皇后 当我们了解一点埃及的历史 和一些考古的发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 一本古老的圣经 是多么的真实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更加看到了 在整个的历史的进程当中呢 有一个伟大的手 在明明地掌管着一切 安排着一切 我要成就那救赎世界的计划 正像圣经所讲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人的一处 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累人 我想在下面继续讲之前呢 我请大家听一首歌 与主同行 我们不能在平安或者顺利 都有诸同行 而且甚至在苦难后面 都有上帝的旨意 有诸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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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神手将我引领 渐渐与祢相连相亲 随往前途我能看清 耶稣容我与祢同行 我守披过温暖前行 旷旷好与冬季悲弹 路亡百分 转过如今 愁一千万百度色尽 祝尘是海风亭浪静 渐渐容我与祢 所以我们说无认从上帝安排 法老的女儿来收养摩西 或者又借着李利安的智慧 又安排了自己的母亲 作为摩西幼年时候的养母和第一个教师 或者是再早一点 上帝借着预事保存了以色列的全家 又借着预事的影响 在以色列民族的一段时间里面 是他们的新王 或者是借着这个新兴的王 起来要逼迫以色列 总之我们说不认好事坏事 只要对于爱上的人都是有益的 只要我们与主同行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世界不是属空 不是没有人管理 而是上帝遮掌的一切的话 我们将会何等的欢喜快乐 顺从上帝的旨意 这就是出埃及这个阶段 所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 我想讲到这里 你如果手边没有圣经 而想要一本圣经的话 就请你来信告诉我 我会想办法尽快的把圣经提供给你 你就要写信到香港邮政总局信箱 7600号 7600号 或者3009号 香港邮政总局信箱 3009号 或者7600号 你写望朝收 望就是希望的望 朝水的朝 我就可以把圣经提供给您 好 在我们讲上帝 接着摩西 这蒙拯救 而又接着他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 我想应该讲一点 关于埃及的事情 埃及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文明的古果 常在和中国 印度 巴比伦 这些历史悠久的国家 是相提并论的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紧接着创世纪就出埃及记 我们也相信是摩西所写的 也就是他把自己亲身的经历 记载了下来 埃及的位置 我们说是在北非 它有一片河谷 这个宽呢 有30英里 这个长有750英里 随便河谷的地带 这边河谷的整个呢 被一条从阿斯旺 经过沙哈拉大沙漠 东面流入地中海的尼洛河呢 切成了两半 河谷的两边呢 都有一个高达 这个1000寸的沙漠的高原 河谷的底部呢 充满了从埃塞奥比亚高原而来的 黑色的冲击城 因为那个地方 每一年呢 都被尼洛河泛滥所更新 所以可以说 它的土壤呢 是非常的肥沃 就从历史的黎明时期起 这个地方就一直被许许多多 错综复杂的 这个运河和持招的水系灌溉着 但是英国在1902年呢 建筑了阿斯旺水坝 这样一落和泛滥的事情呢 基本上就成为过去了 事实上这个空前呢 大帝国埃及 是在沙漠的环境 隔离和保护下 并且呢 就此发展起来 所以世界上实在没有第二个地方 能够把上古的文化 这样完美的保存起来 这是因为沙漠地带呢 是这样的干旱 它有跟外界 割取的缘故 埃及现在 有四五千万人口 在罗达时期呢 就七百万 我们相信在以色列寄居的时候呢 可能还要少一点 但最重要的 在埃及的北部 尼洛河口呢 有个三角洲 就叫Delta 三角洲 南北的长呢 是一百英里 而 这个东面 从亚历山大 到西面的赛德港呢 是长一百五十英里 埃及境内 最肥沃的地方呢 就是这块三角洲了 在那儿 在那儿 也就是以色列人寄居的 哥山地 而文经讲 埃及是挪亚的儿子 韩的后裔 所建立起来的 亚伯拉罕曾经在埃及 住过一个时期 雅各也在那儿 度过一些岁月 到了 越生了 就更加在埃及 做个宰相 而整个的以色列国 最初的几百年呢 也都是留着埃及 至于我们上次讲到的 摩西 更加是埃及的公主的养子 把他预备要做 以色列的领袖 他先在那儿 学会了各种知识 然后呢 我们来到 这个所罗门 这位智慧的王 他呢 按照圣经讲 也曾经娶过一个 法老的女儿 而 拜扭毒 这个宗教呢 以后也就成为 背面的 以色列国的宗教 甚至在 出埃及的路上呢 也已经看到了 他们的影响 他们也在拜扭毒 这个 他不是要亚伦 抬着金流毒 回埃及去吗 埃及的宗教 这达比斯呢 他是这个 蒙菲斯的神 就是用公牛来代替的 而亚门呢 就是提比斯的神 是用母牛来代替的 所以拜牛毒呢 也就是埃及国 所有的宗教了 国有的宗教 我们也知道 先知耶利尼 死在埃及 从贝鲁时期 到这个基督降生呢 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 留在埃及 而著名的 这个旧约的 七十四译本 就是在埃及 写成的 甚至耶稣呢 也曾经去过埃及 所以这样看呢 埃及和基督教 以及和圣经呢 有的非常密切的关系 况且呢 他也是基督教在 古代的一个中心 那出埃及 到底在什么年代呢 这是一个历来 都在研究讨论 甚至就是有争论的这件事情 大致上可以有这样三个年代 一个说是在公元前15世纪 也就是埃及第18代的时候 第二个世纪 在公元前13世纪 也就是埃及第19代王朝的时候 第三个理论是 有些学者想调和 这之间的差别 就说到底是公元15世纪 还是13世纪呢 他们就提出了 有两次的外出 就说在第18和19朝时代之后呢 有两次的出埃及 我们认为出埃及 在公元前15世纪 也就是在埃及的第18代王朝的时候呢 是比较最贴切最合适的 因为他寄生于圣经 其他的历史的年代 不认是前或者是后 而且能够按照圣经的故事 以及现在所有的历史 考古学的背景的资料呢 是相吻合的 我们说出埃及 大致是在公元前1445年 这个如果是接受这个公元前15世纪 作为出埃及的年代的话 那么 阿门图提奥 第二呢 大概就是在公元前1450年到1420年 做王的呢 他就是摩西 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的法老了 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女王 也是埃及最有力的统治者 也就是成为摩西的养母了 他是这个 这个 Farmus的第二的妻子 又是Farmus第三的 这个摄政的王 而 埃及树呢 他自己是这个 Farmus第一的女儿 他为自己留下了许多的塑像 而且塑像里面呢 他把他自己打扮成 男人的样子 他扩张了埃及帝国的领土 而且建筑了许多的纪念物 很出名的 就有在这个Karnak 在那里建立了两个大的 方的尖的 这个 雪碑 而且在这个 另外一个地方呢 又建筑了一座大庙 其中就城市着 很多他自己的树像 不过 他虽然是作为 这个Farmus第三的摄政王 但是这个 Farmus第三呢 非常的恨他 所以当这个 Hepstus死了以后呢 这个Farmus第三 第一件事情 就是 从所有的纪念物下面 去除 他的名字 毁坏他所有的树像 而且在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 打黑礼庙中呢 那些树像呢 都被打碎了 甚至被 丢到 附近里的石矿 藏去 这些被粉碎的树像 在石矿当中 经年累月 渐渐的被封杀了 遮盖起来 但是有谁知道 现在已经被 发掘了出来 而且被成立在 纽约的博物馆里面 我有机会看到过 我们刚刚 这个提到的 摩西出埃及时候的 发牢呢 也就是 阿门兔提奥 第二 他的木乃伊 现在还在 地比斯 他的坟墓当中 我们知道 伟大的雕塑家 尼克恩格罗 曾经呢 雕塑过一个 摩西的树像 我们也知道 摩西呢 其实 已经复活在天上 在登山变象的时候 甚至于向 耶稣显现 但我们毕竟 没有机会 见过摩西 只是和摩西 同代的那些 埃及的君王 也就是发牢 他们的木乃伊呢 今天基本上 都可以在埃及 被开罗找到 这是多么的有趣啊 至于认为 出埃及是在 公元前13世纪 也就是 在埃及第19代 王朝的那些学者呢 就认为 那个是在 这个 另外一个人 坐网的时候 他在公元前 1235年 他把首都呢 设立在 曼菲斯 其中呢 安放他宝座的房间 现在已经被 宾夕范尼亚大学 博物馆 发现了 而他的木乃伊呢 现在在开罗 刚刚讲 我们所以 接受出埃及 是在公元前15世纪 一方面和圣经的 上下年代比较符合 另外有许多 考古学的 这个凭证 第一 是 埃及的这个 亚马纳 的地方的 这个 考古学家 发现了许多的书信 是当时由 巴勒斯坦 写给 发老王 这个 阿门图提奥第三 和阿门图提奥第四 来求救的 从这些书信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巴勒斯坦 很快将要被 别的宗教 就是 哈比利人 所供取 书信里面 是这样讲 哈比利人呢 正在 进攻我们的堡垒 占据我们的城市 来 前列我们的 这个住宅 他们正在 掠夺我们的全国 请王 赶快派遣 远军来到这儿 如果今年没有救兵来到 王的全国领土 就丧失了 而许多学者认为 哈比利是指着 希伯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信件的内容呢 就是一篇迦南人 了解 耶稣亚进攻迦南的 一个报告了 另外 根据考古学家的证明 耶利哥是大约在 公元前 1400年左右的时候 陷落的 有一个叫 John Gaston 他在耶利哥 做了一些很详细的 发掘的工作以后呢 他对这一点 有相当的信心 第三点呢 就是如果 这个阿门图提奥 是出埃及时候的 法老王 那么收养摩西的 法老的公主呢 就是我们刚才 所讲的 Hepsis 他在位的时候呢 有不少的事情 圣经当中的记载 是十分的相合的 他对西乃山的矿产呢 很感到有兴趣 而且还修复了 一个地方的庙宇 这件工程呢 也可能需要摩西来渡工 来建造 因此他有机会 研究西乃这一带的地方 而在他去世以后呢 以色列人 所受的逼迫呢 就一天一天的 这个加重 而最后呢 他们就 逃离了 埃及 所以我们说 讲出埃及在公元前 15世纪呢 这个是比较强有力 而圣经记载呢 大概400年左右的时期 从雅各和他的眷属 到埃及去的时候呢 75个人 发展到出埃及的时候呢 成定有60万 这是明书记第一章16节 所讲的 如果加上妇女孩子呢 可能超过200万 所以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人口的繁殖非常的快 几乎每25年就增加一倍 不过这也是可能的 近代有不少的国家 出生率 也都维持在 这样的程度之上 而且二十几年 就增加了一倍 现在我们来简单的讲讲 出埃及的路线 这是人类第一次 伟大的场征 是脱离奴役 走向自由的 一个创举 我想 在我们讲下面之前呢 请大家听一首歌 耶稣领我 耶稣领我 我真喜欢 帮助你 到心中平安 无论人 无论人 用尽其错 有主耶稣是 承命我 耶稣领我 耶稣领我 耶稣恩主 祈求领我 我愿重心跟主交纵 领主 祈求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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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遭遇困苦忧伤 有时遭遇困苦忧伤 有时祂的快乐安康 无论危险 无论人 全靠耶稣 全靠耶稣 祈求领我 耶稣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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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恩主 祈求领我 我愿重心跟主交纵 首先我们来讲 或者我们说要承认 在埃及所有的纪念碑文当中 我们找不到任何以色列人 这次形成的详细的记载 其实这也不足以奇怪 因为许多的国家和民族 都不愿意把他们有损的记录 留在自己国家的历史档案当中 就举个例子 就是一度占领埃及人 叫做Hipsos 他们的时候 建立了很多的纪念碑文 当他们一被赶出去以后 就完全被毁灭了 而埃及人就有那种兴趣 他们要从历史当中 消除所有他们希望忘记的事情 因此除了圣经出埃及记 给我们留下这些行程的 详细的记载以外 我们不必指望 在埃及的典籍或者是碑文当中 找到什么详细的有用的记载 说埃及的路程是朝东 经过了我们前面所讲的 埃及的三角洲 也就是从南社到苏格 以后又到了伊坛 或者又到了巴黎喜芬 就在红海边 可以说这不是一条县城的路 以色列人很难追随 但如果他们去到北边 也就是到迦南的话 他们就会遇到强大的 好战的菲利斯人 何况呢 走这一条路 另一个危险 是由埃及的这个兵兵把守 因此以色列人要跨越过红海 以色列人够逃避这个埃及的追兵 这样看来呢 走南面 虽然不是县城的路 但是比较安全 一位考古学家叫卡尔德 他曾经注意到 今天的旅行者 我有一次就是沿着出埃及的路 而到哪儿考察的 今天的旅行者呢 只要沿着红海岸 走当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道路呢 就不需要有任何的导游 只要你有一本圣经 而今日的地形学 所描绘的地图呢 也是非常的接近于圣经所叙述的 当他们神奇的跨过了红海 上帝是红海的水分开以后 以色列人就陆续也走了过去 走到了苏尔的旷野 这是在出埃及记第15章22节 这苏尔的旷野呢 就是在苏尔市海湾的东边 这是我可以在苏尔市海湾 照了一张像 这里的以色列人呢 就来到了一个可怕的 没有水的干旱的旷野 那里的沙呢 像火炭那样滚烫 那里以色列人结果就发怨言了 为了他们的前途感到忧虑 那个最近啊 听一个到过中东呢 十几次的一位博士呢 讲到 他在那儿 这个旷野里面 曾经有两个星期 没有谁刷牙 也没有谁洗手 而整天这些沙士呢 就站在鼻孔耳朵 衣服里面 很不好受 而最后呢 他们又来到了马拉 就是有苦水的地方 不过最后 他们还来到了乙林 这是在苏埃及15章25节 乙林那里呢 有水圈 有美丽的棕榈树 和这个刚刚的马拉的苦水 以及苏尔的跨年呢 可以说截然不同 甚至形成鲜明的对比 马拉去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能知道 不过有个地方呢 这个叫做哈维尔 在那儿有一滩苦水 或者就是当日的马拉 马拉还好 乙林也好 我们在中东考察的时候呢 都去过 乙林呢 一般人认为是今天的这个 骷髅带的河床 这个离马拉有五里远 那里呢 可以说是沙漠里的绿洲 有树有泉水 直到今天 还是这样 而下一站呢 就来到了迅的旷野 这是记载在 出埃及一 十六章第一节 从这儿开始 他们就开始吃马拉了 就是天上像下的食物 这以后呢 这以后呢 就来到了利菲丁 也就是摩西 借打磐石出水 为他们解坑的那个地方 上帝帮助以色列人 和亚马利人打仗 由亚伦和呼尔 这个扶着摩西的手 当摩西举手祷告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得胜 这是记载在 出埃及记 第十七章 第八到十三节 以色列人在 出埃及以后的三个月 就来到了西乃山 而且在那里呢 留居一年之久 西乃是一个三角形的半岛 有二百六十英里长 一百五十英里宽 半岛的南边呢 是一些花岗岩的石头 海拔呢八千英尺之高 摩西就是在这里领受了 刻在两块石板上的石器 虽然有些人认为 西乃山应当是在里面的旷野 但是看来这个传说的 这个位置呢 是比较合理 在今天呢 不叫西乃山 而是叫吉尔姆斯 在亚拉巴话呢 就是三的意思 从埃及十九章第一节 以及整个的立位记和 灵速记第十章呢 一般呢 都认为 就是在 这个十二个月 在西乃山的旅途当中 所发生的事情 西乃山在旧月当中 出现了三十五次 十七次呢 是用了和立山这个名字 另外两次呢 看来也是指着相同的地方 这三角下有个大平原 看来就是以色列人在 那一年当中安宁的地方 在这里 上帝非但赐下了十条诫命 而且也把那些 遗文的律法 和作为社会的道德的典章呢 都赐给了以色列人 这西乃山 我们是半夜登上西乃山 起先是骑着骆驼 后来是一起爬到西乃山顶 观看日出 上面还有一座小小的教堂 啊 据说是纪念摩西当时领受学界的 那次是我一生难忘的一次纪念 那么讲到这个律法啊 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个汉默拉比的法典 考古学家们已经发现了许许多多的 有趣的这个法典 是古代的赫人 亚述人 巴比伦人 波斯人所使用的 由于这些发现呢 给了我们一些新的亮光 对于西伯来林的宗教 或者是他们遗文 这个有了新的亮光和认识 当然在所有这些外邦的法典当中 最著名的就是汉默拉比的法典 它是在1901到1902年 在靠近波斯湾的苏山城发现的 它是刻在一个七处高六处宽 黑色的一个颜色上 这个法典呢 包含了247个条文 一共有3600行之多 这些法律认到了 道德的社会的商业呢 以及巴比伦人的经济 生活方面的条款 在这块 石板的上班呢 汉默拉比也就是大约在公元前 1700年做巴比伦王的 他表明 他是从太阳神接受这些律法的 这个汉默拉比的法典 给了那个时代的人民 社会生活道德风俗习惯呢 许多亮光 据讲到 巴比伦做妻子呢 可以把他们的婢女呢 给丈夫做填房 为了使他能够得到后衣 能够承受产业 儿子如果打了父亲呢 他的手要被粘断 如果有人伤了别人的眼呢 这个犯罪人就要把眼睛弯出来 打断了别人的骨头呢 这个人的骨头呢 也要被打断 如果任何一个人偷了牛羊 或是猪呢 他就还十倍 所有这些条文是非常的激进于 旧约里面的典章呢 考古学人又发现了 另一个很有价值的碑文 他说拉萨玛拉 他是1928年 在叙利亚所发现的 一个农村的妇女 当他除地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个古代的城市 这个一个古城 Uber 这个城市呢 他大致上建立在公元前2000年 是一个商业 繁盛 以及文化发达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的废墟里面呢 找到一个图书馆 里面包括了八九种不同语言的 这个楔形的文字 而在这些泥板当中呢 提到了西伯来 以及其他的古代的民族 在这泥板 大小不一 小的就一寸半 大的有十寸 在这泥板当中呢 也表示了各种献祭的制度 这个 有个人呢 也实行一种叫遥捆计 各种的贡献 也包括了出手之果的奉献 就好像西伯来人所行的那样 这些奉献呢 也都需要没有瑕疵 没有斑点的 但在他们的律法里面呢 是准许用这个母羊的奶 来煮小羊羔的 作为一种这个求语的祭祀 但这个在西伯来人的 法典当中是被禁止的 可以看这个出埃及记 23-19节 而且在这个泥板里面呢 有许多地方也提到了巴利 但是就整个来讲呢 这个他和摩西的律法 有不少相同的地方 当以色列人离开这个西纳山 他们日间有援助 满间有火柱引导他们 一直来到了加比斯巴尼亚 也就是在比斯巴南面 四十里左右的地方 在这儿有十二个探子 那些窥挡跟应许之地迦南 经过了四十天的旅程 在探子回来 报告 在那儿有许多高大的巨人 城墙很高大 但是那里呢 果实非常的丰素 这十二个探子当中呢 只有加勒和约苏亚呢 愿意去到那个地方 政府那个地方 但是当时的百姓呢 拒绝他们的建议 由于这样呢 以色列人不信 上帝就说 要刑罚他们 使他们在旷野漂流 经过四十年之久 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面呢 他们就在加比斯巴尼亚度过的 直到从出埃及 那时候出来的二十岁以上的 曾经都死在旷野了 不论是被击打或者是自然死亡 或者是倒闭在旷野 而只有两个有信心 和有勇气的 加勒和约苏亚呢 才得以进入这个迦南地 我想我们今天呢 就是很简单的 随着这个出埃及的路线呢 我们讲到那些 考古学的发现 和一些有关的历史和地理 我们深深的相信 圣经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圣经呢 是非常真实可靠的 哪怕是在今天的考古学 也给了我们许多的旁证 使我们对神的话语 尤其是对神话语里面的信心呢 更加是坚固我们的信心 但愿我们能够坚信的 依赖上帝的引导 不断的跟随他 而不要学像以色列人家 背叛他走自己的道路 好了 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 希望你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也希望你写信来 如果需要圣经 或者需要一本小册子 叫《天下之大经》的话 就请你写信来告诉我 来信请去香港邮政总局姓乡 3009号或者是7600号 旺朝收就可以 带来写信你的地址和姓名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